中国短影音城市抖音国际版TikTok 是否收集用户敏感个资 转送中国政府作为监控用途 早就引起国际社会重大疑虑 美国各州自去年开始 纷纷禁止公务机关还有学校使用TikTok 如今连加拿大也在当地时间28日宣布 严禁所有政府行动装置 安装使用TikTok禁令3月1日生效 家国政府进一步解释 TikTok收集资料的模式 让用户更容易遭受网路攻击 因此才下达使用禁令 目的就是要保护资讯系统和网路不受威胁 不止美加两国 他们的东北亚盟友日本 也在27日以网路安全为由 严禁公职人员手机电脑安装TikTok 而本月稍早 欧盟执委会更是大动作要求所有员工 移除通讯设备上的TikTok软体 外界认为这可能是在防止重要情报泄露给中国 TikTok在2018年由中国网路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推出后迅速崛起 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青少年男女最热门使用的社群平台之一 但也正是因为平均使用年龄过小 让充满新闻资讯的TikTok也成为散播假讯息的温床 此外去年年底字节跳动还传出 有员工不当处理用户个资 让美欧国家越来越担忧 用户数据甚至是敏感的国家机密 会被中国窃取滥用 种种因素都让迅速崛起的TikTok 同样以闪电般的速度被各国政府盯上 祭出监管措施 环宇新闻先中月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